慈禧大学通事教育中心师生 在日前分为两个梯次超过百人 前往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 以及卫生野埋厂进行校外参访 而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出席 鼓励同学们垃圾应从源头减亮 并做好资源回收工作 共同守护生活的环境 那个垃圾厂的时候一进大门 慈禧大学通事教育中心师生 在日前分为两梯次超过百人 前往花莲市清洁队环保示范园区 及卫生野埋厂进行校外参访 透过清洁队长吴庆展 及队员们的详细解说 了解到花莲市目前的垃圾 及资源回收概况 以及每天的清运及处理过程 对于垃圾的量 就是不管看几次次的还蛮惊讶的 对那就是我觉得垃圾分类 跟环保减少垃圾这件事情 真的是每个人都要重视 去注意说就是每个人 不管是产出的垃圾量或者是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老师也有在台上 在车上也有跟我们宣导说 就是我们在丢的时候 其实尽量就要把垃圾进行清洗 去整理过后再把它丢弃 环保跟人文是扣合的 我希望同学能够从环保的实作当中 能够体验到我们生活环境 跟我们生活当中环保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之前就有到我们的 慈激教育环保站去做过了 那我希望除了他知道怎么分类之外 他更需要到了解到花莲在地当地 这些在清洁对他收取垃圾 然后怎么样回收 甚至于到也埋堂去看到 如果不好好的做好回收 日常生活当中不要丢清那么多垃圾 其实不要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那份生态那份爱是需要的 所以我希望说他能够把环保食物理念 还有观察都能够把它连成一个脉络 而市长卫家宴也特别出席 鼓励学生垃圾因从源头减量 并做好支援回收工作 那其实今天的参访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到 其实很多的东西都希望可以用重复性的 那也不要就如果是买喝的买吃的都可以自己带一些餐具 然后回去再重复再利用 那未来我想孩子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吸收这样的知识以外 可以在他们心中发扬 也希望把这个观念跟这个想法都能够传递下去 市长卫家宴在致辞中也提到清洁对工作相当辛苦 不仅天天要与一般家用废弃物为物 他们所负责的业务项目海南瓜清沟 消毒、扫街和修剪杂草等等 希望同学们在充分的体验学习后 对清洁对和垃圾处理有更多的认识与启发 也能够实践在生活中共同来守护环境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